黄寻财副总理宣布推出总值11亿元的援助配套 为所有新加坡家庭提供帮助 并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援助 首先,国人将在今年12月份获得高达200元的特别补助 这意味着符合条件的国人将在12月份总共获得高达800元的现金补助 第二,所有新加坡家庭将在明年1月获得额外200元的邻里购物券 联宏在2023年财政预算案中宣布的金额 每个新加坡家庭将在明年1月总共获得500元的邻里购物券 第三,主屋居民将在明年1月获得额外半个月的杂费回扣 这将平均完全抵消一房市至四房市主屋的首年杂费上涨 以及较大主屋约85%的首年杂费上涨